那妳那個拍的對象 聽說連自己的男朋友抓進來 一開始不是吧 我一開始是跟就是粉絲 後來就去路上搭訕 就說你長得很帥 要不要跟我拍 結果 然後他說好 所以我們就去拍了 拍完以後開始曖昧 曖昧完以後他就當了我男人 拍完才曖昧 拍完才曖昧 好用才曖昧 對啦 不好用的不會曖昧 結果他還是一個醫生 你就有把他保留起來 剛好他是醫生 對 那妳歡場無真愛 那妳這樣跟妳男朋友是真愛嗎 我覺得是啊 但妳又說因為好用才那個 我們也沒有因為不好用被淘汰 對 不可考 不可考 不可能是因為妳很好用 是不是 就是要聽這一句啦 對 聽什麼 第一次遇到他把我 不知道怎麼辦 只要憲哥開始摸 然後那個眉毛 代表他害羞 有 該問一些什麼 開始順眉毛 夢夢很可以聊 台灣這種AV的產業 我可以叫他琴色工業嗎 可以 琴色工業是比較少的 我們一個這麼標誌的女生 是… 結果她竟然 妳不去打拳擊 對啊 不是 她去 怎麼 我也會打拳擊 妳會打拳擊 她用別的方式 妳那個是妖精打架不一樣 請問一下 所謂的一條龍是什麼狀況 以前我就是比較窮困 然後 家裡比較辛苦 家裡窮困 所以下來下海拍攝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錢 所以就 自己拍攝 自己剪輯 妳從哪裡知道 可以拍這種影片 還是跟男朋友 只是拍起來好玩的 來 給妳看… 那個也算是創作者 對不對 對 但妳一開始拍的時候 妳的對手是誰 一開始拍的對手是 就是粉絲 有… 我看過網絡上有人訪問那個 夢夢 然後就是親自參與妳的拍攝日常 對 就是找粉絲 我那麼不禮貌的問是 可以 針刀石槍嗎 當然是真的 誰要看假的 我會 對 現在都是 夢夢是滿早期就在做 就是台灣AV的創作者 我今年第七年 第七年 算是第一 看妳年紀也是很輕 年紀很輕吧 三十幾歲了 三十幾 妳那個拍的對象 聽說連自己的男朋友抓進來 一開始不是吧 我一開始是跟就是粉絲 後來就去路上搭訕 就說你長得很帥要不要跟我拍 結果 然後他說好 所以我們就去拍了 拍完以後開始曖昧 曖昧完以後他就當了我男朋友 拍完才曖昧 對 拍完才曖昧 好用才曖昧 對啦 不好用的不會曖昧 結果他還是一個醫生 你就有把他保留起來 剛好他是醫生 對 你會接受 比如說對方職業比較特別 比如說拳擊手 或什麼 他說上來要打我的那種 他那個抗打能力很好 他抗打能力很好 他還滿粉紅的 對 我沒有幫你檢查過了 他有保養 有保養 人家粉絲號稱他叫做 普度眾生 這個什麼說法 到現在已經拍了多少片子 一百多部 一百多部 你這個是付費就能看你的影片 還是 付費購買就可以看到 付費頻道 是 你給錢 然後給那個密碼 然後訂閱就可以進 訂閱就能進 為什麼叫你肉身菩薩 在我之前比較少人下來 我算是第一個在這個年代拍攝的 所以大家有什麼慾望的時候 可以看我 不用去犯法 這是真的 沒有 很多次因為看了你才開始犯法 不是啦 看了他之後就忍未調了 對啊 你賣掉 沒有 他忍未調的時候 可能自己就可以解決這樣 自己讓他在家裡就可以解決 對啦 這個家人可以接受 男朋友是因為你製作行業 他就接受你智商 所以此後你繼續留著工作 他還接受嗎 是我不能接受 就只能跟他拍 只能跟男朋友一個人拍 這片子上太單調了 男主角永遠同一個人 所以要戴星星 猴子 你說蒙面虎王 是 那他不同意你跟別人 對 他現在不同意我跟其他人 那怎麼辦 就只能跟他 他可以演不同的角色 像是學生 醫生 對啊 那如果現在譬如說日本 可是日本邀請你去了 日本邀請你去拍 是 然後重金跟你簽約 對 然後但是要求要跟他們那邊的男友 我們就為了要賺錢嘛 對啊 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就會考慮 對 就會考慮 就看男朋友什麼時候不好用了 那妳歡場無真愛 那妳這樣跟妳男朋友是真愛嗎 我覺得是啊 但妳又說因為好用才那個 我們也沒有因為不好用被淘汰過 對 不可考 不可考 不可能是因為妳很好用啊 是不是 就是要聽這一句啦 對 第一次遇到他不知道怎麼辦 只要憲哥開始摸那個眉毛 代表他害羞 有 該問一些什麼 開始順眉毛 摸摸很可以聊 這個家人可以接受嗎 家人很支持 他說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真的假的 這個真的是很棒的家人 真的 對啊 男朋友也是接受 台灣這種性產業是沒有 我稱性產業也可以 可以 妳有沒有覺得別人用異陽眼光看妳 沒有 其實我目前在路上遇到的粉絲們 都非常有禮貌 很有 很紳士 但是偶爾 一定會 可能去搭客運的時候 會被跟踪 然後在客運上跟你說 我是你的粉絲 可以跟你 手就來了 黑手 來黑手 我就趕快把手就是撥開 撥開 會有一些粉絲分不清楚 對 分不清楚 可能你這邊一開始你拍的時候 是都找粉絲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也有機會 是 他們因為他們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有公開說沒有機會 對啦 那個時候是因為感謝 所以他眼而優責導 妳現在等於先是變老闆了就對了 我現在就是自己拍自己 也有拍別人 也就是建築 也有導別人 也有導別人 要去哪裡找演員 很多啊 很多啊 去哪裡找 所以台灣現在越來越多人 現在台灣有三百多個演員了 男生 女生 男女加起來 那譬如說男生有沒有 譬如說一些條件說 譬如說要長得怎麼樣 比較適合拍 長得帥 然後有肌肉 他有肌肉 那邊 那邊 小潘 要不要考慮 小潘 如果結婚了沒辦法 好可惜啊 小潘很緊張 喂 總算好不容易吐出來好可惜 像花滿這個 那妳希望能夠到日本去 當這個AV女優 目前很希望 妳的目標 但妳是要男朋友能夠同意 好不好 這個行業我們有點陌生 台灣這三百多位 每一個都叫出名的出名字的 就是阿咪老師 因為他都有研究 這個妳的重石的鐵粉在後面 後面突然開燈 鐵粉 關燈 關燈 他算是鋼粉 他是夢粉 阿咪老師習慣待在陰暗潮濕的地方 是 是 跟妳開開玩笑好不好 職業有時候不分貴賤 我們這個很多人會異樣眼光來看他們 其實很辛苦對不對 AV女優 前面有一個嘉義的市議員 也當選 他就支持要開放主要 推動嘉義的性專區 性產業專區 妳會同意這個嗎 我滿同意的 妳也滿同意 給他電話一起聯絡一下 好的 好不好 搞不好他日草悄再會 什麼話 這什麼話 什麼話 這什麼話 沒事 好了 他現在很緊張 不好意思 我難得像憲哥這樣這麼久 你是不敢看他的眼睛 因為我也沒有拍過這種東西 對啊 就是陌生的影響 像你拍一支這樣影片 要花多久時間啊 完成一支影片 我大概15分鐘 沒有人問你 沒有人問你 你不是問我 你沒有問我 你看他 你看他幹嘛 奇怪 大概6到8小時 蛤 片長多久 20分鐘 20分鐘要拍6到8小時 這樣很累 那男生怎麼維持呢 叫他站起來 給我站起來 這麼厲害 那你要去鼓勵男優嗎 如果男優已經 整個已經都倒西歪 他要自己解決 6到8個 這個 那你在那個8小時 你要一直維持那樣的狀態 不用 男生要維持而已 女生不用 真的 辛苦難優了 真好 這你們私底下再聊好不好 你們兩個 對聊這種事 我站在中間 阿嬤你要加油 6到8個小時 好開心 6到8個小時 拍6到8個小時 對啊 要 要到你想逃 OK 辛苦了 謝謝可愛的萌萌 謝謝萌萌 謝謝我